维持血管弹性的好料理是 我们今天要做的这一道 是牛小排起司松露滑蛋 好高档 对 首先一样 我现在是这个牛小排部分 我们已经把它切成丁了 那在切丁的时候 把它切完之后 血水稍微去把它吸干 那接下来我们是要用这个松露油 下去炒这个牛小排 我们把松露油先放一半下去 因为我们等一下还要一半炒蛋 这个滑蛋的部分 最主要炒的技巧是 分开炒 蛋才会好吃 你这个松露油好香 放下去整个松露的香气都上来 我们把这牛小排的部分放进去 放进去之后在锅子里面 稍微停留一下 那完全煎到有一点 金黄上色熟成的感觉 那当然牛小排我们要买好一点的 就是说那个柔子要稍微丰富一点 吃起来才会嫩嫩的 然后又脆脆的 吃起来才不会用干材 那接下来我们有准备了 这个腰果跟这个 菠菜 你说这是五色菠菜 五色菠菜 五色菠菜 这炒出来是非常漂亮的 那一样我们先把牛肉 下去给它翻炒一下之后 整个这个香味完全让它出来之后 那接下来我要把这个菠菜的部分 放进去跟这个牛肉一起做一个拌炒 对 好 一般我们煎牛排的时候火要比较大 那你煎炒这个呢 一样 我们稍微用中大火 中大火 下去把它做一个炒香的一个动作 因为其实我们今天要吃的这个牛肉 是它的嫩度跟香气 所以我们要中大火的部分 去把它做一个拌炒 新妹 以这道料理哪一些跟我们鞋管弹性有关 所以我们过去都认为说 Omega 3好像跟鞋管弹性有关 这个讲太多次了 所以我们现在提几个大家比较少知道 原来也有关联性的一些好的营养素 其中第一个叫做Q10 Q10在一些研究上发现 跟心血管的内膜保护是有关联的 那其实很多人都以为Q10 是不是要吃保健食品才有 其实不是 我们的牛肉 肌肉里头其实就含有Q10 那当然了 假设你是心血管 已经有胆固醇问题的人 牛肉你就可以改成肌肉 这样子会比较安心 再来其实是几种营养 维生素跟矿物质 维生素叶酸B B里头的一个叶酸 叶酸其实它在很多的大型研究发现 它似乎跟脑中风之间 是有一些关联性的 那叶酸的食物来源 通常我们会说动物性的肝脏 然而生绿色的蔬菜 例如菠菜 其实里头就会含有所谓的叶酸 再来两个矿物质会推荐 一个是矿物质铭 一个是矿物质散 大家可能比较不知道 但这两种营养素 其实在过去一些观察研究发现 当你吃比较多 含矿物质铭跟矿物质散的营养素 相对一下吸血管风险比较低 铭通常来自坚果或者是酪梨 那骰比较特别 如果你饮食上多加一点大蒜 其实也可以增加我们骰的社区 大蒜 好 所以包括像鸡蛋当中也有 对不对 是 好 我们现在把鸡蛋的部分 把它打散在一个调理盆里面 把它撒上一点点的盐巴 然后还有一点胡椒 把它撒上去之后 那我们现在把这起色的部分 稍微把它撕成一片一片的 对对 放进来 放进去 如果家里头是那种一丝一丝的那种起司 那个是比较会砍锡的 那也OK 也可以 也可以 对 那我们现在把它加一点的豚骨糯 放进去 好 豚骨糯 加一点也就不用很多 好 OK 那我们现在稍微去把它搅拌一下 搅拌一下之后 一样我们刚刚还有剩一点点的松露油 一样再度地把它放到锅子里面去 放进锅子里面去之后 我们现在要把蛋放进去 我们把它放进去 放进去 去给它做一个迅速的搅拌的动作 要滑蛋是不是要 要滑蛋 对 要一直搅拌 把食材的部分放进去 所以蛋差不多放了之后 稍微搅一下 其他料就可以下来了 对对对 因为我们这样把它搅拌一下之后 迅速的去给它做一个翻炒 我们翻炒出来的所有的食材 它会看起来非常非常鲜嫩 这一道有好多的蛋白质 对对对对 我们这样就要翻炒完成 然后完全地把这个肉的部分 起司让它融化 然后把这肉的部分 跟蛋的部分 完全是结合在一起的概念 最后我们加上胡萝卜 对这道菜结合这样就完成了 补充多种营养素 推荐这道牛小排起司松露华蛋给你 奶香味十足的起司炒蛋 搭配富含叶酸的菠菜 与牛小排一同拌炒 让你的脑血管更加健康 其实你只要按照份量吃的话 就可以让我们吃得又饱又瘦 因为我们减肥会失败 常常就是因为你吃错了 结果饥饿感马上就来了 对我就是因为这样 我才散下来 这一年多来我都没胖 都能观看线上专属课程 还有好礼送给你哦